在四川成都郊外 有一家名为诺爱之家的有机生态农场 今年38岁的台湾高雄人庄慈欣 是这家农场的负责人之一 2007年 庄慈欣来到大陆 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法博士 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工作 直到2017年 他选择来到成都 加入到这个生态农场的项目中 近日 记者来到农场 探访这位荣飘台青的跨界创业故事 初见庄慈欣 他正在为当天的新春年会忙碌 很多他的亲朋好友过来共庆新年 庄慈欣介绍 占地约200亩的农场 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不用任何化肥农药 采用纯粹有机方式进行作物栽种 除草 杀虫等工作都以人工方式开展 以这个农场来说 其实最大的困难是一个 大家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 因为有机农业它第一 它产量在最初的时候 就是进行土壤改造 或者最初种植的时候 产量会不比惯性农业 然后一个人工的成本会比较高 也导致这个生产的成本 到最终的产品的价格都会比较高 对于庄慈欣来说 诺埃之家不同于传统农场的地方在于 这里更像是一个实验室 生态餐饮 文艺园艺 自然教育和农业都创新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还希望说农田可以是青少年 创业的空间 然后是可以是家庭进行这个团聚的 就是拉近友情亲情的空间 还可以是小朋友们接触大自然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包括美食 包括美学 还有自然教育等等 当天中午 大家选择吃成都火锅来庆祝新年 庄慈新还专门准备了台湾小吃甜不辣 作为火锅食材招待朋友 来自台湾台中的林良彦 是庄慈新邀请来的好友之一 她也是一位荣飘台青 林良彦说 农场的年会活动 让她感受到了不同于台湾的新年气氛 台湾现在比较没有过年这么浓厚的气氛 当然我在这边会感受到 像我小时候这样子的 那些过年的气氛氛围 大家为了过年开始准备很多的事情 例如说 在这边大家都会为了过年开始说 我们要准备年货 我们要赶快买新衣 我们过年要去哪里玩 或者是去哪里拜访一些朋友 都比过在台湾还要浓厚 那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基本上 过年就是休息都待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出门 2019 关系这一年的拉丁 午餐结束后 庄慈欣和朋友们一起跳起了甩甩舞 寓意着将过去一年的烦恼全部甩掉 庄慈欣告诉记者 成都包容开放的城市氛围 让他有了一种家的归属感 今年他打算留在成都度过春节 我新年的愿望是希望可以更扎根成都吧 我希望可以再更好的认识成都 然后继续去挖掘成都的美 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的 把我自己的经历 能够跟成都的发展结合得更好 然后也能够跟更多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分享成都的好 更多精彩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